从目前公开的起诉的文件来看 联邦调查局FBI卧底探员的取证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包括主动是捐出了违反法律规定数目的政治献金 主动提出买凶杀人要求等等 但是这些卧底探员设下犯罪陷阱的手法 是否恰当 有没有违背道德 在法律方面又有没有经过所谓的相关的考量呢 我们接下来听听旧金山国际机场警察局局长 同时也是City College的刑事法律教授印大正 也请他为我们解释一下 旧金山国际机场警察分局局长 同时也在旧金山市大任教刑事的印大正 对于卧底探员的调查做出这样的解释 OK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方法 当然是有这个方法了 可是在法律里不是违法的原因 如果一个警察员他装他不是警察员 他是装害人 他去买drug 他去买枪买什么 他不能告诉这个坏人 嘿 我是警察员 我想抓你 他一定要装另外的人去 所以这是很合法的事情 FBI就用这个办法是不是entrapment 那我觉得这不是entrapment 因为虽然他FBI用这个 就是给这个Senator E这么做钱 可是Senator E可以说对不起我不想收 Senator E不需要说收进来 而且Senator E收的时候 是他知道说他收这个钱 一定是有个原因 就是说以后要帮他去买枪 帮他去不是真正合法的生意 还有什么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不是entrapment 每个politician都必须要这些捐款 每个捐款他不可能进这个office 所以他一定要这个捐款 可是这个你收捐款的时候 你应该要知道说这些人 是不是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捐款 对不对 如果他给你这个捐款 是真正心理想帮助你 那太好了 可是如果他给你这个捐款 是因为他需要你帮他做 就是违法的事情 那你就不应该收了吗 星岛记者崔林子报道 我们下个字幕办法